首先跟各位复习提醒 我们生而为人的目的 是为了修行正德涅槃 为了修波罗蜜累积功德 所以每一天各位要紧紧努力修行 边工作边照顾自己的心 行住作务都要意念主师 这样的话才能早一点正德法身 体悟到内在的快乐 可能有人问龙皮好好吃吗 喊一点在嘴巴里 谈到食物方面 各位大德 刚才在视频里面 法圣师傅提到说 适合到达法的究竟的心态 不在乎食物味道 好还是坏 也是不再只需要不到一个平方公米的坐垫 不超过两个平方公米的床 莫处 法圣师傅的生活真的是那样 各位想想看 师傅有糖尿病 好几年了 就不能吃 放一点糖也不行 一点鲜也不行 所以 炒菜啊 真的是 真的是没什么味道 真的是请菜的 不能吃肉 也是 还是坏 只要维持生命就好了 为了修行 为了弘法度众 向往返的究竟 最近这个月是大师傅的生日哦 要修大功德 感恩师傅 听课比较好 对不起 好 吉祥仙人生第六十二 吉 小布施与宇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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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大师所教导的这句话 所教导的这句话 所教导的计算是体内中心 它来自巴利文坦的意思是处 第七 总意思是体内地起中心处 这里是我们心的安住处 也是我们生死睡醒的地方 也是向往内潘的地方 也是成功与快乐的全员 这个修行方法是佛陀时代诸佛祖圣人 用来成佛成道的修行方法 只是帕蒙昆天文女主师 重新发现回来教导我们而已 这个修行方法就传承到 法圣师傅时代 法圣师傅目前还健在 也正在关心各位的修行 希望各位早一点证得法神 体悟到内在的快乐 所以我们先向主师跟法圣师傅 顶礼感恩 感恩主师跟法圣师傅 教导我们修行静坐感恩 佛法虽然神奥 但容易证得 初步修行各位不能动脑 不能研究分析什么 要学幼儿园的方式 简单轻松舒服的宁静在 体内地气中心处 当各位的修行境界 幼儿园毕业后 马上获得 博士学位 能学习法教理深奥的法 想要学吗 法教可以比喻成这个木片 最外围是意识跟文化 当法教存入了哪个国家 就会入境随俗 意识跟文化可能会变 但里面内层理论 实践验证总不会变 这是佛教的整体 扣扣相关 当各位的时间 短要重视修行 让自己能赶快 证得法身 体悟到内在的快乐 明天是会共法会 4月4号 10点半 打坐 我们这个月22号有约 全球庆祝圆满送念 33亿 27777万 77777遍 准法轮经一次 听经 送经都行 送过来吧 送经变速 赶快赶快 另外 当天也是世界保护日 或者世界地球日 也是法圣师傅的生日 今年77大寿 我们基林法律园节目 基林寺跟附近的道场就举办 白锁寺院的供养摘生 将在中午时 当天中午11点半到12点半 GMT8直播 供养生物就包括水电费 白锁寺院的水电费 饮料 午餐 跟一台冷气机 好 我们目前在学的吉祥人生 吉祥经 已经谈到第五条法则了 复习第一条法则是不与仪次者结交 第二条法则是与智者结交 第三条法则是崇敬该崇敬的人 第四条法则是处于适当的环境 现在读完了 上完课了 拥有现前的福德 这条法则今天要谈的是举例 内容已经谈完了 拥有现前的福德 涅槃跟修行非常重要 我们人生的目标要到达涅槃 所以修行非常重要 工作赚钱也重要 但是跟修行比的话 那变成工作赚钱就变成吃药了 不是主要 我们工作赚钱是为了活下去 有饭吃活下去 但是活下去 我们人生是为了证得涅槃 所以要天天修行各位大德 行要证得涅槃 唯一的方法呢 要进入中道 要行中道 然后向往涅槃就要靠诸佛的教导 因为四尊元祭了 涅槃了两千六百多年了 方法就不经不处了 要靠主师来补充解释 把心宁静在体内地球中心处 定下来后就看见一颗光球 这座出道光球进入它的中心处 就等于进入了中道 能向往涅槃 到达涅槃后 就是 敞我乐的境界 永恒不变 快乐 根据属于自己的 佛陀的恩贼 何其身后 有如春风雨露一样的 普论众生 世尊对众生 神据大慈大悲的心怀 都是众所周知的 世尊的波罗蜜圆满 所以 佛陀是世上至高至上的福田 哪个人如果有机缘 进见世尊 可说是生命中无比的大幸运 如同一位散南 名为 阿塔迦拉卡 阿塔迦拉卡 法利语 意思是 半快步上一 要听之前 时间到了 我们先跟选求大众 静坐康义先 夜晚的黑暗中 也有星光 祸中 也有福 障碍中 也有机会 透过修行静坐 对世界现况 和不正常的生活 感到心乏的这颗心 也能体会到快乐 所以现在开始 请大家 一起闭上眼睛 静坐 轻轻地闭上眼睛 眼睛为家 好 揭露啊 收全身的肌肉 整个身体 从脸部 头部 颈部 肩膀 直到手指尖 让身体的两侧 都感到放松 双腿直到脚指头 全身舒畅 保持内心的清爽 开朗 清净 透明 没有担忧什么 不管任何事情 都放下不离 放下万元 不管世界现况是怎样 把伤害我们心的那些事 都忘记掉 现在是和平的时刻 是我们 能送给自己的 礼物 方法和简单 把平常到处跑的心 接引回归体内 想象 想象自己身体 是空的 没有任何内障 就像 就像 宽阔 空旷的地方 一样 接引起来 回来 安住在体内 把心 轻松的安放 大概 大概安住在肚子的中心 大概安住在肚子的中心 如同羽毛 如同羽毛 慢慢的飘落 水面上 不让水面上 产生波纹 让自己 连续的感觉 心 已回归体内 轻松的 安住在体内了 我们可以 轻松的 意念 自己熟悉的画面 比如太阳 像 月亮 或天上的星星 内心 只有 那个画面 心 才不会 回去想 去担心 其他的 东西 静松 舒服的 回复 在 那个画面 如果 这个意念 不舒服 就 重新 开始 我们 也可以 在心中 做花 之类 撒玛是真是善的意思 阿拉罕是远离 让人生受苦的那些不清净的东西 撒玛阿拉罕即是精华心的正确法 让心证得人人可得的最清净境地 我们要继续默念撒玛阿拉罕 让我念的声音从我们身体的中央处 慢慢地散发出去 心才能专注在我们所观想的画面和默念的声音 当我们天天不停地练习 我们会神奇地发现自己也能让心指定 虽然只是小片段的时刻 每天继续做 直到自己能自然地做到 如同吸气 吐气一样 不用动脑 也能呼吸 我们就能练习 我们就能训练让心远离一切污垢 让心清净透明 清净透明的这颗心 能连接内在的清净能量 防抑体外所有不清净的东西 清净的心 将让我们想好事 说好话 做好事 这是现在人类所缺乏的 就等于我们正在帮忙保护世界 全世界各地静坐 我所产生的清净气息 将散发出去保护地球 维持宁静在清净中 它在我们体内 馬馬的場所 莫尼 三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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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当我们体会到自己体内清净能量的来源 就可以开始想象内在清净的能量 朝四面八方慢慢地扩大 静静的意念 此清净的能量是一颗透明的球 慢慢地扩大笼罩的我们身体 再从我们身体扩大 覆盖到家人 邻居而却求着泪 无论是任何人 我们都把善意和清净的能量 全送给他们 把充满着爱和关心 全递给每个人 愿每个人都远离生命的危险 大苦 大苦 化为小苦 小苦 小苦 就能脱离痛苦 少了 少了 变成大了 已经很快乐的人 就更快乐 想像我们 想像我们 正在把善意 传递给全国人民 邻国各国各地 无边无际的地方 让全球人类 身心快乐 互相同情了解 无担忧 无压力 无烦闷 和一切疾病 让此静静的能量 回向给历代祖先 父母 亲戚朋友 不管已经往生 还是活着的人 都愿他们快乐 具有心力 脱离痛苦灾难 而 疾病 一些障碍 一些障碍 一些众生 也愿他们快乐 脱离一些痛苦灾难 愿此清静的能量 渗透人类和众生的身心 净化人类和世界 终身和世界 不清静静的灵灾 如同我们 正在静化 这颗地球 让它透明 让它透明 如水晶 或钻石 只剩下清静 脱离一切无垢 不论外在的 新冠病毒 我内在 控制人心的 贪神是 发脑病毒 使人类 互相互解 冲突 杀害 打仗等等 让世界 转换进入 戒律和道德 高尚的 新时代 人类 心中的 清静道德 覆盖 传送 保护世界 保护世界 能不能 尽快 尽快 Maa Mada Jankai Eanji Saphe Putta Pala Pata Pajekanan Chayang Palang Ara Hantanan Chate Chena Rakhang Pantami Sapha So Sapha Putta Nupha Vena Sapha Thamanu Pha Vena Sapha Sankha Nupha Vena Sathasothi Pha Vantutte Sui Sita Jiyajinjo Khangitakong Te Sathu Jishu Tinghe Ru Thong Yi Wei Sannan Mingway Atajelaka Yi Sisi Pahn Khoai Bhu Ssang Yi 他前世虽然也曾经跟过去诸佛修过功德 但功德还不足够让他在过去世正得相果涅槃 不过他在无数世里所累积的功德 还是庇佑他在轮回中获得适当的快乐 就是 Sui Lahan 没有证证得内派 也不用多了二道 直到前九十二姐 有一尊名为 提舍佛 Pha Lahan 是 Tiddhsabuddha 佛陀来诞生 当代人的平均寿命是十万年 平均寿命十万年 由于这位 在山南前世的灵色业障 来报应 令他出生在贫穷的家庭里 各位想想看 人的平均寿命十万年 贫穷了十万年 各位大德 我们 现代人的平均寿命是七十五年 对吗?七十五岁 你看十万年 辛苦啊 所以不该吝啬 要多多布施 天天过着困苦的生活 但父母还是坚持养育他长大 所以有些父母值得思考 你看 多么贫穷也会养育自己的孩子 所以怀孕的人 不要剁胎 不管怎样理由 剁胎是业障 业障 撒生业 不要剁胎 有一天 这位善男 跟随着大众 走到世尊的大精神 有机会聆听世尊开示佛法 世尊那天的开示 关于 布施 持戒 往生天戒 欲望的害处 和出家的益处等等 这是诸佛经常用来开示 不是这么贫穷困苦 希望自己今世 是最后一次贫穷困苦 来世 不要再这么辛苦 各位呢 觉得够辛苦了吗 如果觉得够辛苦了 多多不死 各位大德 尤其是明天 会供法会 大功德 可以庇佑各位 到法的究竟 大功德 只要么想后 他突然 感到 发四重满 决定 附下 身上 三 AI 四重满 百怪漏 成长 百怪漏 皓 价格 在上 使命 发生 伪立 四重满 佛陀想要 想要她的布吗 应该不是想要啊 就是说 当她的福田 接受她的布 担块布 佛陀持败啊 打持败 接受供养 佛陀没有觉得 这个布很干净 这个布很张 心是平静 以平静心来对待一切啊 那天的布施 令她回忆无穷 法洗到生命的尽头 此功德让她死后往生天界 多次反复在欲界六成天 长久享受精致的财富 过后 从天界 准世到人间 出生为准伦圣王 继续在许多世中 享受着人间最高尚的富裕安乐 当准伦圣王啊 供养半块布而已 当准伦圣王啊 直到释迦摩尼佛时代 这个年代 她的出生是在一户富翁的家庭里 长大后 有机会听闻 师尽开示佛法 令她决定 出家修行 勤奋修行 不久后 终于 正得阿罗汉果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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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世 是一名穷人 得到佛陀大慈大悲 当我的福田 接受我供养了半块布上衣 那时的无量功德果报 令我在天界享乐一节 哦 很久啊 一节 财富无比的宏大 九十二节中以来 从未堕落恶道 过后的五十一节里 多次 准是出生为 安父尊荣的准轮圣王 好几次啊 准轮圣王 来到今世 也正得献果涅槃 明行巨竹和各种神通威力等 全都来自 全都源自 当时 一个小小布施的功德果报 啥啊 吐哦 长老 很好 另外也有一位 名为 书吉塔亚家的长老 嗯 也获得类似的功德果报 嗯 也获得类似的功德果报 修一点功德 但是果报很大啊 在 毗婆师佛 毗巴西佛大时代 这位长老出生在金匠师的家庭里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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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大后学会了金匠师的手艺 很会制作金饰品 他也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就算工作多么忙碌 也会抽空到寺院听闻佛法 有一天 他听世尊开示佛法后感到法喜充满 想要做布施 正当想着要供养什么时 看见世尊穿透过金黄色的家座 所渗透出来的深光 静不住的想 世尊的家座是用来包裹身体 防护冷热的各种生物 我也想修得这份功德 我们想想看哦 猜猜看哦 猜猜看这位 这位长老显示供养什么哦 于是他就供养一根缝结纱用的针给世尊哦 供养一根针哦 哦 这项功德国报让他往生天界 享受很久的天界财富 过后再准是人间 也获得准轮圣王的财富 除此之外 每次生而为人时 都有特别敏锐的智慧 以及特别精准的神通 因为供养一根针啊 智慧敏锐 这些都来自他供养世尊一根针 作为缝制家沙的功德国报 在世界摩尼佛的年代 他出生在一户善信富翁的家庭里 对三宝充满信仰心 从小具有特别敏锐的智慧 灵机应变的能力特别好 智慧超越了普通人 有一天 他在寺院听闻世尊开示佛法时 让心顺随着世尊的声音 聚集了他前世的福德 加上当下的静定心 使他在座位上即刻证得了阿罗汉果 遥远的福德 无数世以来的功德 加上今世的功德 所以具备前世的功德很重要 他正得了阿罗汉果后 也用宿命通回看自己前世的善音 发觉到自己曾在疲婆施佛时 曾供养一根缝制加沙用的针 给世尊 是功德果报令他获得敏锐的禅定 内在如同透亮的水晶 彻底洞察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一切 在前九十一节 也曾多次转世 成为转伦圣王 成为转伦圣王七世 最后一次也正得献果涅槃 明行具足和各种神通威力等等 所以各位大德 四尊充满着 无限功德威德力 三宝 圣众 也是人间最大的福田 所以我们真是很有福报 很有福德 能出生在这个时代 有证法 有法身 法门 还有 圣众 这么多的圣团 要天天修功德 累积大功德 尤其是明天是会公法会 不要缺席 今晚时间到了 祝福各位和家人健康五病 远离新冠肺炎 查圆滚滚 修行进步 正入法身 祝福各位和家人 晚安 明天见 我们做晚客 点灯供养佛塔 吵醒醒没有 3 吵醒目 调查圆滚 吵醒目 ayo 是 是 这 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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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